第十一篇 好,我们言结经了 开始进入第十一章 就是第十一品 我们先念一段经文 一世言解菩萨在大众中寄重做起 鼎礼佛足,又绕山扎 常跪插索而白佛言 大悲世尊 为我等辈 广说境界种种方便 令末世众生有大争议 世尊 我等今者已得开悟 入火灭后 末世众生未得物者 云和安静 修此言解清静静戒 此言解中三种静观 以何为首 为愿大悲为诸大众 即末世尊 即末世众生 施大扰意 做事以五体投地 如是三寝 终而复始 而始世尊 告言解菩萨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你等人能问你如来如是方便 以大扰意施诸众生 你今地听 当为你说 始言解菩萨 哄教欢喜 及诸大众 默然而听 那今天呢 就是 第十一品开始 那么 每一品开始的时候 都有菩萨发问 那么佛陀回答 这个言解菩萨 同样的 要 跟以前的所有的菩萨一样 起来 那么顶礼佛足 又绕三扎 常规插手 跟佛陀这个请教问题 这请教当中有两个问题 啊 这个两个问 第一个问 重点在银河安居 银河安居 如何是安定安静的去积住 去修 去修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三种静观 什么是三种静观 一个是指定 一个是观想 一个是禅 三种静观 三种静观呢 以什么为首 应该以什么为首 这是 圆洁菩萨 所问的这个问题 那么佛陀呢 在以后会讲 那银河安居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先不要看 这个佛陀怎么回答 这两个问题 不过安居两个字啊 是有它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一个行则啊 在寻找安居的地方啊 也是不太容易的 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 你想要这个找一个真正能够很安静 适合你修行的地方的道场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佛陀所谓讲的安居 就等于讲是一个环境 你如何布置这一个环境 让你能够安静的 在那边积住的修行 这就是银河安居 安居重要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很简单地讲 这个我们古代啊 这个孟母三千 他就是在找这个安居的地方 他为了教育这个孟子 他搬了三次家 就是在找这个安居 安居的地方 我们这个修行人知道的 佛陀曾经啊 这个用手啊 去摸这个香的东西 那么给阿难闻 这个香吗 他说是香的 再去摸这个味道不好的 给阿难闻 说这个呢 那么这个是臭的 你手去摸什么 就会沾上什么 这就是污染 我们讲一句话就是 静珠啊 则刺 静墨则黑 这个就是污染 那今天呢 修行没有开悟的修行人 要避开污染的环境 这是一定要的 在密教里面呢 这个修行 还有几个地方呢 要大部分都选择几个很重要的地方 以前的祖师也 他都选择环境 居住的环境 像在这个高山顶 这个山啊 这一高最顶的地方 为什么要在高山顶 第一个很少人到 不会受到干扰 第二个可以修习啊 这个 乌云金空 你到高山最顶的地方啊 去做这个指定的功夫 看着那个堪染的天呢 一点云彩都没有 这个仿佛你自己本身啊 就已经融入到整个虚空之中一样的 要体会啊 这个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这个我字 在这个高山这个山之巅 顶上最顶的地方 你去静坐 这个我字啊 是一宙之间的大 还有呢 你自己成就以后 这个也是很有价值 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人 这个都是唯我独尊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你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有价值 超过价值的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是唯我独尊 要体会这个 当然一定在高山殿上 啊 山殿之上 整个虚空之中 南的一片 乌云金空 这样子的融入 那种心灵啊 是一种很超胜 很超凡的一种心灵 在那个时候呢 完全一时不挂 毫无污染 你那时候的定境 体会出来就是不简单 这是祖师爷教的 要在高山顶 第二个 要在岩洞 岩洞 岩洞 岩洞就是山里面的一个洞穴 就是在里面修行 为什么要在岩洞呢 敞轰 寄去 外面就是下雨 你也不怕 因为你淋不到雨 就是刮轰 轰也不进来 敞轰 寄去 就是把洞给它避开 洞也都避开了 济气 岩洞里面最济气 它的气是沉的 所以在寻找好的岩洞 去修行 是非常重要 以前那个古代 祖师联伐生大师 祖师 他得到一个法以后 他都是寻找那个岩洞去 闭关去修 那么一修呢 就好几年 一直修到相应 古时的行者很有恒心 他能够这样子得到一个法以后 马上就是三年五年 在那个岩洞里面这样子苦修 他可以一直可以避风雨 第二个他可以寄去 第三个他也不怕人家去打扰 这个都是避开的 第三个呢 是死陀灵 什么是死陀灵 是坟场 要到坟场去修 为什么要到坟场去修呢 记得我以前呢 这个 刚刚 帮人家抗洪水的时候 出山抗洪水 下山来抗洪水 师父教会我 我下山抗洪水 每一次啊 这个进京的时候 都是在深夜 我找晚上的这个指食啊 去进京 指食是我一个人 或者是有几个人一起 在坟场里面爬行 在坟场里面爬行 就是三晶半夜的 指食进京 指食进京就是把那个金刀安啊 放到这个坟墓的中心 然后再用摆这个罗盘 把这个这个鼓楼啊 把它这个对正这个线 这那个时候我都是用手 亲摸这个鼓楼 把这个脸 我们以前装京刀安是有规矩 先放脚 然后再放这个膝盖骨 膝盖 再来放这个边那股 再两只手摆在两边 这个头摆在中间 这金刀安的方法 那个头按 已经不成形了 敷掉了 已经变成灰了 我们用这个里面塞棉花 外面再裹一层布 再给它画眼睛 鼻子跟嘴巴 然后 然后 以这个中间的这一条线 对着鼻尖 下来做一个方向 然后摆螺根 螺经这样子摆方位 那这个是我们以前做 看洪水做的 你胆小的人还不能学洪水 还要三更半夜到坟场给人家进去 因为白天我上班 所以选择都是在晚上进京 都是半夜直视 我去到坟场去给人家进京 你看那个 一片旷野 这个 这个木丘啊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曾经有这个女孩子 她说她也要去 她也跟着我们去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大渡 大渡河、大渡桥 旁边的大 这个大渡山的这个公墓 那女孩子 真的半夜到那里的时候啊 吓得这个鸡鸡叫 还好 有一个师尊的弟子 赶快这个趁机会给她抱得很紧 哈哈哈哈 啊 这个 所以 要看洪水也要胆子 要练胆子要壮 这个修行人本身胆子也是要壮 我们行者啊 看到骨骼不怕的 我们修白骨观 白骨观就是要观想骨楼的 为什么要在史陀林修行 主要的原因就是要修出世 要有出世的观念 你到了那里啊 你就会万念济会 你在跟人家争什么 你还要得什么名 得什么功名 得什么利入 你还想这个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 发展到怎么样非凡腾达 结果呢 都也不过是那一块地让你躺 同样的躺在那里 所以到史陀林修行 是要你要有出世的深刻的印象 你知道将来你也要躺在那里 你就会更积极的去修 这个是修行的 在高山顶 在岩洞 在史陀林 在旷野 旷野也是很好 你不能上高山顶 你不能到岩洞 你不能在史陀林 你到旷野去 没有人的地方 在旷野之中 大树底下 这个祖师教的 这个树啊 当然也可以遮椅 大树底下也可以遮椅 就在那边结这个茅 茅屋啊 你就可以很清净的修行 在旷野的地方 也是人基和道的地方 祖师修行都有他自己本身的这个 意义在其中 那么佛陀他教我们呢 要如何安基 这个以后就会谈到 要如何如何去安基呢 我们密教里面有三种闭关 一个是白关 就是有光线的 简单的讲 所谓白关就是有光线 太阳光外面的光线进来的 就叫做白关 那么白关呢 你在修这个指定的时候啊 你必须要 培养出你的这一种定境出来 真正能够入三魔地的这一种定境出来 你能够认为你已经出击已经够了 你基本上都打够了 你才做第二种闭关 在白关里面呢 经常也要做四种事情 一种是忏悔 你一定要多念百日明咒 百日明咒是很好的忏悔法 百日明咒就是把你所有的业归向虚空 所以百日明咒是修忏悔法最好的方法 要忏悔 要持咒 你要持定下来咒语 我要持一百万遍 对 某某咒 要持五十万遍 要持咒 要做礼拜 你可以在官房里面供一个像 或者观想像 那么对着像做礼拜 做大礼拜 做经行 经行就是念经 读经 那么行走 叫做经行 这四个 这四个是闭关 在白关里面的 基本上的 你要做得到的 就是忏悔 持咒 这个礼拜 经行 这四个是基本 你把这四个都培养 本身都已经有了基础 都够了 你在做第二个闭关 就是宏观 什么是宏观呢 宏观就是说 已经不让阳光进到房子 但是你可以点一个小红灯 点一个小红灯在光房里面 红色的小灯 以前没有电的时候 就用香来期待 点一根香 这个外面的光已经不进来 但是你可以点一个红灯 或者一根香 你要把这个香啊 这个灯啊 红色的灯的光啊 或者是香的这个灯 这个灯的红的这个光啊 印到你的心里面 然后修成金刚链 什么是金刚链呢 像链子一样的光 像一般这个小姐挂那个链 链一样的这个 这个光 叫金刚链的光 金刚链你修成一条金刚链 你可以眼睛看着那个光 修成金刚链 产生一种光 当你心中有光的时候啊 你就是红光啊 红光啊 红光已经成就的时候 这时候再闭黑光 这第三种光是黑光 就是完全没有光可以进来 但是空气还是流通的 这个时候啊 你把心中的金刚链印出来 就可以变成光了 然后呢 再把这个金刚链的光 造满整个屋子 造满整个宇宙空间 当你修成黑光的时候啊 所有的黑暗也会不见 全部就是光明一片 这是密教的 白 红 黑 三光 那么为什么要闭关呢 这就是佛陀讲的 安静 因为我们 一般修行人 还是在还没有开悟 没有定静产生的时候啊 一定会受污染 静珠则赤 静默则黑 简单讲一句话 我们台湾人以前讲过的 这个旗馆旁边的珠啊 听久了都会打拍子 铁冠旁边的 铁冠旁边的 铁冠旁边的拍曲 他会打拍子 他因为他住在这个 住在那个 好像就是说这个 啊 旗馆 所谓旗馆 就是在奏夜的那些 啊 奏歌曲呢 他那个珠听久了都会 啊 这个蹦恰恰 蹦恰恰 他也是会打拍子 事实上这个就是一种污染 人动物都很容易污染 那么污染的问题啊 很简单 几个例子 啊 这几天这个西雅图 很奇怪的天气啊 那早上出个太阳 再来阴天 再来刮轰 又下雨 又出太阳 又阴天 又刮轰 又下雨 又出太阳 所以这个啊 啊 中立法州堂 那个联营 啊 上师他到了 这里 他说他 早上觉得很冷 穿的比较厚的衣服 毛衣 那么从 宿舍那里 走到这个蜜宴这边 已经出太阳 已经热得要死了 他才从宿舍那里 很冷 就走到这里来 不过是 几分钟的事情 已经就 出太阳就很热了 他把衣服一脱掉 又开始刮轰 又开始下雨 又冷起来 所以这几天我看 咳嗽的人很多 感冒也很多 那个联谊是感冒啦 那联心也是啊 你们都感冒啦 看医生没有 去看医生啦 你看 很多人感冒 慧菌也感冒 你也感冒啦 没有抵抗力 很容易受污染 团体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我不能讲说你没有抵抗力 因为只要跑进一只细镜你就受不了 团体生活很容易的 好像 你家里有多少人 其中有一个感冒啦 那么前家人差不多都要轮流了 好我们现在这个宿舍里面啊 这个男的宿舍你的宿舍 分开 那么其中只要有一个感冒啦 他就是 他就是 就那个细镜就满天飞 那么飞到谁那里 谁就倒霉 还好 这个师尊啊 不受污染 也不能这样子讲 有好几次啊 我记得好几次 像那个细说密教完整的仪轨 佛学总说 好多人啊 感冒的 他们在底下 这个一下子 这个本来大家挤的整个礼堂通通满满 隔了几天以后 这个礼堂就细细少少的 所有咳嗽的全部移到后面去 到厨房去 哇 原来一大群的通通都感冒 这是什么问题 这就是污染的问题 那师尊有一套方法 是可以不接受感冒的 我用酒精去杀菌 这个酒精在血液里面 运行啊 巡回啊 巡转 只要一只锡精进来 他就给他酒精 就给他杀死 不过我不是喝很多 是 Let the bag just let the bag 一点点 只是一点点 这个也有好处的 就是你只要什么事情呢 调制的很好 不过 不超过 不越过 都是一种精衡的做法 什么是药呢 什么是毒呢 药跟毒之间呢 一个是适量的 它就是药 超过了 就是毒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当医生 当护士的都知道 你所有的药 只要是适量的 刚刚好的 它就是药 你分量啊 多了 少了 没有效用 多了 它就会变成毒的 那师尊本身是可以喝酒 为什么 因为酒 是师尊的药 是我的甘露 但是 你们也不要看师尊有阳酒 你们就跟着阳酒 我告诉你 那是你们的毒 是师尊的甘露 是师尊的药 但却是你们的毒 我说你们不可以跟着我喝 师尊做的事情 你们不一定能够做的 因为在我来讲 我是药 是甘露 在你们讲 你们就中毒了 对不对 比如我带你们去舞场 是跳舞的地方 我去一下 回来 我早就忘光 你们去一下 回来 你一个月 心不安宁 谁中毒了 当然我是亲近的 你们是中毒的 所以在于我来讲起来 任何一个环境 我都可以安居 佛陀讲的这个安居 是要初修行的 末世众生的一个行者 去做安居的日子 但是在一个开悟的人来讲起来 何处不是安居的地方 所以我能够自制的 自己能够自主的一个人 他本身能够自如自主 这是一个开悟的人 那我的这个上师啊 给我的法号 徒登自如 自主 自如 自在 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个行者 他到了这个境界以后 何处都可以安居的 像我在说法的时候啊 都是有飞机飞过去吗 我在禅定的时候 有飞机飞过去吗 是吵到我了 但是呢 我把飞机的声音啊 变成一个 OM字 OM 然后融入我的身体 我就化为OM 这飞机的声音就 反而变成我自己的一个力量 所以很多人讲啊 他没有办法修 家里小孩子很吵 这个老婆也要吵他 小孩子也要吵他 他没有办法修 他不知道哪里可以很安静的修行 其实你可以把小孩子吵的声音啊 跟这个 啊 大人吵架的声音啊 小孩子这个叽叽喳喳的声音啊 融合成一个咒音 融入你的声中 所以当你入山摩地的时候 整个宇宙之间的环境通通退去 所有的墙全部退去 东南西北墙全部退去 你自己本身坐在虚空之中 啊 这个就是真正的安静 最好的安静的地方啊 就是虚空里面的空性 是最好安静的地方 这是真正有境界的人啊 他才能够做得到的 当然你们本身啊 有些境界也很高了 是可以做得到 但有些境界还层次还低的话 你一定要寻找安静之手 能够很安安静静的 能够啊 让你这样去修 圆满觉悟的方法 那无染的问题 这个佛陀已经讲得很清楚 隐积在深山最好 眼睛不要看到 耳朵不要听到 在深山里面 或者在闭关的官房 像彩虹山端的闭关官房 你在那里面 你不做修行的工作 你做什么? 你还到官房里面 胡思乱想吗? 那你还要闭什么关? 你进到里面 就是要做修行的工作 所以这个闭关在一个修行的人 开始的时候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佛陀啊 会讲这个安静的 安静的方法 他有指定时间 还有这个 这个我们去找这个道场 那么现在我们 西雅图雷杖寺啊 是很好的道场 彩虹山庄 也是很好的道场 这个都是 可以讲 比较脱离这个世俗的 真正世俗啊 的道场也有 在闹区里面 也有这些 修行的地方 但是这个是比较难 比较难修的 坦白讲 我以前在台湾 这个早上啊 帮人家 帮人家问事情 下午呢 就出去看风水 那晚上呢 就游夜街 我们有一条歌啊 大红光 雨雅街 游夜街 这个 红灯 什么灯啊 会不会唱 有人会唱吗 游夜街 你们都不会啊 这奇怪 平时唱卡拉OK的 现在都不会 我是早上帮人家问事 下午呢 就是出去看风水 晚上就是游夜街 那么在那一段时间啊 因为我已经 那时候已经退 退伍 那三年当中啊 我的生活就这样 很少 那时候写文章比较少 这个佛菩萨一看不行 一定要 要给我 这个钓到这个 这个满邦啊 呵呵呵呵 这眼离啊 台湾的污染 他一样 佛菩萨一看不行 就把我钓走 他可 钓到这个 花佩边疆 边疆是哪里啊 就是西雅图 花佩边疆 我一到了西雅图 我就知道 哎呀 慘了 为什么慘了 这里哪有什么夜街啊 白天的时候啊 在巴拉的地方啊 一条长街 从街头看到街尾 哪一个人都没有 你想看一只小猫都没有 想看一只小狗都没有 那时候啊 我在这个林仙阁 你知道巴拉那个林仙阁 只好死了这条心 呵呵呵呵 筆拿起来 从操就业 呵呵呵 开始写文章 开始修行 我佛菩萨叫我到这里来啊 其实是有目的的 叫我写文章 叫我好好修行 在美国西雅图 好好修行 这是西方的这清静之地啊 没有什么夜街呢 台湾的这个繁荣的这个生活 这个发发世界 十里扬长 过了那时候过的生活 真的觉得好像是 真的是在过日子 呵呵呵 感觉到这个生活 非常的充实 真的是在过日子 那你到了这个 美国西雅图 你想吃一碗洋葱面 多难 你看我一讲到洋葱面 就吞口水 呵呵呵呵 哪里有洋葱面可以吃 没有路边摊的 西雅图没有舞厅的 什么都没有的 那时候啊 你避开了台湾的污染 这十几年的之中 写了七十几本书 想一想 你看 台湾是三十九本 现在是一百一十本 一百一十减七三十九等于多少 好 好 七十三你看 七十几本书 这七十几本书 假如不是到美国西雅图来 你如何写 你如何写 可以从地的地死去 就已经被蝉死了 在台湾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话 你要有时间去修行 你要找清净的道场 这就是佛陀讲的安静 安静的寄住修行的道场 要避开种种的污染 等你修持成就了 你已经有定境 你可以回到这个繁华的都市去度众生 连接法师讲 台北很好 我当然知道好 对不对 高雄很好 我当然知道那里好 你不用讲我都知道好 对不对 西雅图有什么好 西雅图 喝冷空气去 对不对 你去吃冷空气吧 去看树 看风 看水 看山 但是这种清净的修行的生活 对出世的行者是很重要的 将来你得到成就了 入世去度众生 出世是超环城 你到沙佛世界 到City 去做什么 最主要 是去度化众生 做入世的事业 但是你必须要有出世的这一种定力 你的出世的境界够了 你才可以到沙佛世界去度众生 或者连接 你不是去度众生 你是被众生度 度了半天 你是一个出家的比丘 到时候变还俗的公子 哈哈哈哈哈哈 你到台北 台北好 当然台北好 我也知道台北好 欢华多期 你去那里没有定力的话 很快就受污染了 那里不是安基之地啊 西雅图才是真正修行的地方 这个 圆洁菩萨在问第二个问题 三种静观 以何为首 这个佛陀也会讲的 这个佛陀 这个我们经文只谈到的大众默然而听 那么以下佛陀就会讲如何安基 那么三种观法 指定 观想 跟禅 是以哪个为首呢 他也会讲 那么在入定当中啊 会显现什么样子的境界呢 在 明天啊 后天啊 这个会跟大家提到 那么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能够站这些今次都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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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